謝謝 Sophie 歡迎大家今天來哲學星期五 今天這個題目一開始 因為我是主持人 那我就先簡單講一下 邀請季大偉來的一個過程 一分鐘而已 先這麼說好了 其實今天這一場能夠 剛好是請季大偉來講 我自己的發音 其實真的非常湊巧 因為最近剛好又是婚姻平權法案 同時婚姻多元成家辦女法 正在立法院立法的過程 然後又加上太陽花許 這個指標參與 進一部公民團體的政治運動參選 然後爆發了性別與政治議題 那所以網路上 還有很多的社群 很多的朋友的討論 其實都跟今天的討論的主題 剛好都息息相關 大家都用了很多性別研究 人性主義 或者是孤兒研究 通知研究相關的這些外來語 或是我們已經覺得 已經公共化了一個詞彙 然後來討論 然後就是有很激烈的辯論 那上個禮 這個禮拜我剛好在高中生的實驗班 高中生上一個 也是講到罪與罰性騷擾好的問題 然後也是一個哲學課程 實驗班的課程 那其實高中生看到這一次 那個陳薇婷的那個 他的案底被起了 然後又報導 然後又公開道歉 這些也不對 以及大家的討論 然後我發現其實性別的議題 是跟一般 其實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教育或是知識 就是高中生呢 他們也可以對性別跟政治發表 很深入很廣泛的理解 那這一點我覺得說 這可能就是我們這近十年 甚至近五年整個同志運動 性別運動 然後加上文學跟翻譯的努力 所以不管在學院內或是學院外 其實就原現在十幾歲的學生啊 他們還沒有進入大學 他們都已經對性別有一些 不管是很有意識的 還是說只是自己摸索來的 然後從同才之間經驗看到的 他們其實已經有所謂的性別意識 而且其實不輸 過去沒有接受性別教育 或是性別意識洗禮的 我們說不同的世代 可能他過去有些人 這個跟年齡比較沒有關係 其實跟我們今天的思考上面 思想上面是不是有經歷到 近十幾年在台灣同志跟富兒 這個運動的經歷有關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今天怎麼這麼巧 12月26號剛好是 夜代節的隔天 然後又這麼熱烈的那個時事議題 剛好觸發 我們可以今天一起來跟紀大維 一起來討論這些關於性別啊 同志啊 酷兒啊 性騷擾啊 等等這些 性自主啊 這些用語 他公共化 跟我們現在的理解 以及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到底 他中間每個人的差距 或許會發生 然後他自己的背景是什麼 那因為今天 我們這其實是一個 比較沙龍的性質 然後大維今天 其實他沒有要那種很演講的啊 然後上課那種方式 所以我一家同學叫報告 他說他沒有PPT 那我覺得他本來就是要來聊天的意思 所以其實我比他很緊張 因為聊天的話 意思就是說我得陪他聊 那我覺得今天希望是 我們有一個很有趣很熱鬧的一個沙龍 開放式的一個討論 那我會先讓大維來講 他今天一開始想要談的 其實這題目是他定的 本來我們10月20 10月中就已經要請紀大維來摺舞講一場 那時候剛好是同事大遊行 不過因為時間沒有安排得很好 因為摺舞的從事影響都很大 然後就連連連連連到12月今天 又要爆發了這個 太陽龐哥共的運動性別政治的議題 那我覺得正好其實刺激 我們對這個題目會有更多更多的 期待跟想像 那我現在就請大維來介紹他自己 那我至少會跟大維還蠻熟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是互相仰慕很久 我仰慕他了 但是有一天他到我課堂上 酷兒研究專題 因為在台大近五六年 我第一次開酷兒研究專題嘛 酷兒研究 就聽起來就有點 那我跟同事研究也不一樣 那外文系過去學校也都有開 那我一部一樣 他就有很多個系同學來修 因為這個嚴屬於系列學生的那個 然後呢又我是法律系的老師 那法律系有很多學生來修 所以不知不覺到 就很意外亮晴 欸法律系也經歷了一場 酷兒的系列 所以這實在是一個意外熟 那我跟大維其實是在 酷兒挑戰的研討會 還有他來我課堂上講 那我覺得哇他實在是 我覺得我最欣賞一個台灣的那個 做文學跟做文化 我要說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其實很難形容 那就是仰慕很久 然後後來好幾次的這個 在上這樣的場合的接觸 那我就覺得欸 每一次他的演講 都帶給我很多的啟發 因為上次在我們來講 那個性主題翻譯 實在非常精彩 對啊 好那我們就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季大偉 謝謝廟分 還有剛才的生平安 在上的朋友們 那在上有很多高手喔 那請從我坐下來 我高解一下 實際上我現在我今天有感 我這幾天在感冒 所以說 呃 今天我們有些奇怪的 呃 動作出現喔 第一個 呃 我們今天大概是講兩小時嘛 對不對 時間兩小時 好 那中間可不可以讓我休息十分鐘 因為我可能要喝水 然後不要讓我休息 好 那 因為我怕站起來 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用不用 呃 我怕體力不值 因為實際上 體力有點不夠 所以 好 那我們就要他做的講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呃 呃 因為感冒關係 所以頭腦轉速比較慢 所以我如果 有這種代辦的地方 請大家一定要提醒我 包括一點就是 呃 我 這幾年來在 大概一兩年來在台灣演講的時候 發現呢 有一個 呃 辦法 可能還不錯 就是 請台下的朋友 如果有問題 或是有想法的話 請你們不要憋到最後十分鐘 再跟我講 你們可以現在隨時就先吃 然後傳給我 呃 而且我一定會提供很多東西 因為像剛才 剛才有蠻多朋友講到秋妙經了 然後我就開始 我通常有點斷線了 因為 我記得我本來有準備要講秋妙經 可是 呃 因為感冒關係 我也忘記我為什麼要講他 但是剛才 又想起來 因為太多人講到秋妙經 所以我就開始想 呃 好吧 我找到切入點了 我等一下會想秋妙經了 好 所以 呃 一個是中場休息 一個是 請你們隨時損死條 不然的話 我可能會 忘記 或者冷場 不過還好有 那個 廟芬老師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呃 也很急迫 但是在這邊一定要講的就是 呃 目前呢 各大學的 呃 文學院 碩士班在招生 然後 歡迎大家報考 這次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我在那個地方教書 呃 為什麼要說破切性呢 是說 大家知道 那個 人文學科在台灣是非常的邊緣化 而且 政府是隨時會抽贏根的 然後呢 文學院裡面呢 所有的科系裡面 最讓 馬金正全不喜歡的 就是 台灣文學相關學科 所以說 蔣偉銘前任的 教育部長會說 台灣呢 應該要 盡量的 嗯 中國化盡量的 不要 不要回去看日本 要回去看中國 然後呢 那 實際上就是說 那個 台灣文學研究所 這個研究所 它的價值觀 就是跟 馬英九政府的價值觀 或是國民黨政權的價值觀 有非常大的衝突 那 包括 呃 我們在台灣文學 的領域裡面 做同性戀研究 當然也是 呃 國民黨 他們的立法院黨團來說 呃 是跟他們有 那個 呃 之間有非常強烈的矛盾嘛 因為 他們覺得 我們在 呃 跟同性戀有關的人 就是在做人獸保險 呃 所以說 大家都在做人獸 呃 而且的確是在拉保險 差不多嘛 因為 就是 同性戀就是這樣一個 就像是在拉保險 好 所以說 過夜訊是說 呃 呃 那個 呃 其他的文學學科 不見得要讓你面對 台灣政權 還有 台灣很多商合的 呃 並不見得會讓大家 依著大家去面對 呃 呃 國民黨黨產的問題 白色恐怖的問題 然後 呃 還有像 那個 日本殖民留下來的 商盆 和 好處跟商盆 中文系不會教 嘛 日文系不會教 英文系會告訴你 印 印度被殖民的 寫 那個 的商盆 可是 那台灣自己的 商盆誰來處理 沒有人要處理 實際上是 台灣的 現在的教育制度是 希望大家都不要看 台灣自己的商盆 所以中文系不會教 日文系不會教 可是 台灣文學要處理 那這裡就是為什麼 那個 呃 目前這個 這個執政黨 非常希望把 這個學科給 畢業化的結果 好 所以說 報名還有幾天 大家可以考慮 然後呢 我覺得我應該是 呃 台灣做同事研究的 結束人才非常多 不過 呃 但是我可能在裡面 比較固執吧 因為我每年在 政大教育課 研究所教育課 都一直在教同事研究 同事研究 同事研究 上學型 下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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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 別的老師大概沒有像我這麼頑強 這樣子髒髒一樣 然後 剛才的確有同學說 我上課很嚴 對 我上課非常的嚴 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 性別研究呢 或者是女性研究 或者是同事研究 酷兒研究 如果要被人家看得起的話 就是要把它弄得難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課 弄得比其他的課簡單呢 難道 自由主義的課 就應該比同事研究的課 來得重要 而且困難嗎 為什麼同事研究不能夠困難一點 然後 因為困難的關係呢 學生上我的課 他可能 一個禮拜 必須要花三四天 來 讀 同事相關的 東西 那很好啊 我才不希望 你一個禮拜只花一天 就可以 x 我就是要 花很多時間 所以說 嗯 嗯 對 我想我剛才八十號 就開始講一些習慣了 好 那 剛剛這句話講完了 就是歡迎大家報名 哦 我們 我還有一些 呃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呃 人物啦 包括首席的老師 好 那 我 呃 今天要講的題目呢 呃 其實是有點奇怪 那 出於鬆動啦 我把它舉作 通色文訣的畫面 那 這個詞呢 聽起來 這個標題聽起來好像有點 怪異喔 然後也不見得是符合在場很多同學的品位 呃 在場 我剛剛聽了喔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學中文系 有些人是英文系 有些人是醫學系 當然還有的是哲學系 對不起 對不起我這個 我真的會短線 我又想要招生了 那個 我們的學生裡面呢 除了中文系 還有英文系 之外 也有哲學系 甚至系 然後也有 目前在職業 那個 那個 你叫什麼 那叫什麼 Residence 那個R1 那個是我們醫生 醫學 喔喔對 住院醫生 我們也有住院醫生來 那 突然想到 那 所以說 呃 我後來發現台灣有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很多醫生 他們同時在念文科的研究所 很有趣 呃 可以幫大家 呃 做同時文學的介紹 因為我不想要做那個事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因為同時 如果要 嚴肅看待他的話 就要讓他難一點 但是 避免要嚇好大家 所以我會有點大膽的 論 論點 我今天的論點是說 我要說呢 呃 同時文學呢 是台灣的發明 好 聽起來有點 大膽 可是 所以我就不敢直接寫出來 但是 呃 我要解釋 為什麼我覺得 同時文學是 台灣 台灣這個地方的發明 那 他不是美國的 他也不是英國的 他也是文的 跟中國無關 也不是香港的發明 他就是台灣的發明 呃 聽起來可能 有點理睛看到 有一點 自我感覺良好 那 我等一下會說你吧 好 那如果有人要寫紙條 來制止我說 呃 呃 老師你該吃藥的話 你可以 我沒有吃藥 我要去 去刮殺 好 那我這樣的想法呢 實際上是 呃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 呃 其實我要 我這個論點呢 呃 這個主標題 後面 有副標題 那個副標題 是我原來要選的標題 可是我後來發現 那個太 呃 太溫和了 所以說 我不想用那個副標題 那個原來的標題是 翻譯與公共性 喔 翻譯是什麼 公共性是什麼 那我覺得 這個副標題呢 當然也可以當作今天的副標題 然後其實有一個 上次的廟分 呃 我去放廟在那邊 演講的那個 題目有關了 就是 在廟分的演講課堂上 的課堂上 我講的題目叫做 Saciality的翻譯 呃 呃 那個 Saciality要如何翻譯 這個字當然是 有很多 呃 考論的空間 那 呃 詳細內容已經分在 台大出版的 復言中 有了 好吧 那我就不細講了 可是我的的確是 對翻譯這件事 非常有興趣 然後現場有一些人是 翻譯名家 一定可以 那個好好指證我 我這樣說好了 為什麼說 那個 呃 同事文學在台灣 呃 被發明了 是因為 呃 我們在講到 那個同事文學的 黃金時代 一般是說 1990年代 那個剛好是 呃 翻譯非常盛行 翻譯的行為 我不知道不是說 呃 一本書怎麼翻譯啊 或是一個詞怎麼翻譯 而是 有非常多大量 非常多觀念 突然被翻譯進來 那很多時 以前是 很多時很多觀念 本來是 台灣人不大清楚的 可是 突然有一個 我們出現一個 翻譯的高峰 尤其是 簡言前後 有些詞 突然被翻譯進來 有些觀念 當然有一個觀念就是 具體的例子就是 同事 酷額同性戀 台灣以前會流行 同性戀這個講法 意思都有 可是大家知道 同性戀這個詞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它本來就是一個外來語啊 它是翻譯的詞嗎 它是從 因為日本人 把 這個字 翻譯成 同性愛 後來 五世時代的 中國知識分子 把它翻譯成 同性戀 把同性愛 改編成 同性戀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外來的東西 好 那 我要舉個例子就是 其實呢 有些詞呢 就是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 翻譯到台灣來了 那 有名的例子是叫 Gay 變成了同事 Lesbian 變成女同事 然後 同性戀這個詞 是早就被翻譯的 所以 古潛方異點 會有被翻譯成 酷額 有些人翻譯成怪胎 好 還有一個詞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忘記 它是一個外來語 叫做AIDS AIDS 1980年代末 AIDS才在台灣 被人家講 而且翻譯的詞呢 是非常有 耐人尋味的 就是 AIDS剛翻譯到台灣的時候呢 叫做 愛死病 愛情和死亡的病 而很多人呢 主流社會還把這個 當開玩笑 就是呢 愛呢 會讓你死亡喔 這種病 那當然是 有在 取笑同性戀的意思 後來呢 因為愛死病 這個詞實在是太適合了 而且大家就是想想看 就是 若是發生在自己的父母 或者是 兄弟姐妹身上的話 情何以堪 那所以就 愛死病 就變成愛死病 那 這個 有趣的現象就是 在這個翻譯過程中呢 我倒不去管 到底是誰翻譯的啦 反正 一定有人翻譯的啦 那翻譯者 我都不去管他了 就是翻譯 AIDS這個外愛語 你進入台灣的時候 艾斯 艾 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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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東西 實際上呢 都跟 都是脫離了原來的發明地 比如說 脫離了英語國家 然後進入台灣 在台灣的公民社會 通過媒體啦 或者是很多場合被討論 嘲笑 譏諷 流傳 然後呢 進入一般人的最常生活 然後影響大家的想法 好 現在大家講艾斯病的時候 不會想到死 當然會想到死啦 但是這個病名 他艾斯 艾斯 艾斯本身沒什麼意思嗎 難道會想到滋養嗎 愛情滋養的病 不是 但是呢 都是一個愛的意思 歐洲國家還有美國 再怎麼樣討論 AIDS 也不會想到愛情 但是台灣呢 就會在愛上面做文章 所以很多 台灣很多艾斯的公益廣告 都要一直強調說 只要有愛 愛是不在 家裡有愛 愛是不在 愛 愛怎麼樣 然後呢 艾斯廣告一定會出現很多愛心 等一下 這個是台灣自己在搞的東西喔 中國就沒有 中國的艾斯是 愛草的愛 不是愛心的愛 就是知道台灣這個地方很習慣 就是一定要把愛情跟AIDS連在一起 然後這個呢 去別的國家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歷史 就是說 其實實際上 艾斯在台灣也是被發明的 艾斯是台灣發明的東西 因為這種艾斯跟愛情結合的想法概念 別的國家沒有 是台灣自己搞的 是台灣自己搞的 那其實大家知道 像 艾斯在有些很多國家 根本不叫AIDS 比如說像 法國是不是叫SIDA 對不對 SIDA 然後聽起來很像蘋果的SIDA 因為那些字 就是還可以組合一下 對 西班牙可能叫SIDA 那所以說 我要講說 艾斯它就是一個歷史 就是它 它是翻譯到台灣了 可是呢 它也經過了公共的過程 公共化的過程 我這邊講的公共呢 尤其是講公共論述 比如說 媒體、報紙、BBS 當然比方當時流行的BBS 還有 學者的研討會 那當時有一個人很喜歡 想先做這個研究的就是 呃 那個 這次的當選人之一 图景澤 實際上 台灣最早在 呃 那個 同事大遊行 第一 最早的同事大遊行 就在抗議族行者 因為他把 呃 那個 台灣的男同事當作 那個 實驗的 實驗室裡面的白老鼠嘛 他就想成要做艾斯研究 好 那 那 呃 那翻譯和公共性能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想這樣講 翻譯 翻譯進入台灣了 然後 他實際上 他促使台灣 呃 激發了很多 公共化的討論 也就是說 呃 我們在 報紙啦 或是媒體啦 或是 政論節目啊 或是在教室 要談什麼 梗 有些時候 有些梗 並不是凝空出來的 有些時候是因為外國流行什麼 所以說 我們就跟著流行 外國在流行 iPhone7 好 我們現在就在教室 在網路 在研討會 討論 iPhone7 怎麼用 所以說 那個AIDS也是這樣 AIDS 他提 不是AIDS啦 我在AIDS等等的外來語翻譯詞 他提供的機會 就是這樣 公共空間 公共論述的空間 有一個 發芽的機會 他像一個種子一樣 然後呢 中到台灣人的土地 然後開始發芽 變成一個 提供討論的契機 可是呢 同時 呃 好 所以說聽起來 翻譯好像是主動的 是種子嘛 聽起來好 那個 很澀 而且很難清中心 然後呢 台灣是土地嘛 聽起來好像是被女性化了 然後 翻譯是 主動的 公共論述是被動的 可是也可以反過來說 公共論述也是主動的 翻譯是被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 翻譯在不斷的公共化過程中 其實也是被本土化了 也就是說 這個種子 經常到台灣的土地裡面 它其實一直變質 亂開 些奇怪怪的花 然後到 呃 很多詞翻譯到台灣呢 在台灣公共化 同時也被本土化過程中 之後呢 其實是變成 呃 外國人 就是所謂的 西方金木國家 完全正不得的樣子 比如說 呃 那個 艾斯就是個歷史 所以說 翻譯跟公共性 有些時候 前面是主動 後面被動 有些時候 後面會主動 改變前面 這樣可以嗎 目前 好 那怕我忘記 就趕快再 趕快再 趕快講休喵金 好了 讓那個 因為這個問題 我會想到說 同志 這個 英文的標題 今天 大偉的演講 說 特別要把英文 附上去 同志這個詞 之前 中華先生 他寫 他說同志 就 這是一個 華文 他 華文 然後他那個研究 是 那個華文世界 統治研究 那他說 同志就是一個 好像是 華文世界 自己長出來的 種出來的 這個 你同意嗎 他比較不是 翻譯 嗯 他講的那個 可是 呃 我們講的東西 非常類似啦 不過其實 周華山 那個麻煩的地方 周華山 非常的棘手 那 周華山很有名 可是 我希望大家對他 保持戒慎 因為他有一些 虛速倫理的問題 那 那可是今年呢 那是 那個 今年一整年呢 大家都在 那個 掀底牌啦 然後 那個 那個 爆黑資料啦 等等等等 所以 我暫時不做這件事好了 因為在周華山有生意 然後 謝謝 妙芬 那個 要是插嘴 所以是插嘴 因為其實對 我不曉得在座的人 你們都不曉得當老師其實很辛苦 對不起 我在講那種 我用那種很糟的強調 反正就是 呃 感冒的學生 跟感冒的老師 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有些時候 感冒的老師因為 講話講得有點興奮 然後感冒呢 就是 然後所以說心跳會比較快 然後呢 感冒也會讓心跳 也會讓心跳加快 有些時候就會 快到 我必須要 停下來 不知道的話 會 我不知道欸 我的還是 我可能比較 我的心可能比較柔軟 比較細事 玻璃心 啊 好那謝謝 妙芬這個意思喔 那同事這個東西 聽起來比 缺妙芬無聊 所以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講一下缺妙芬 缺妙芬 它其實 它這麼有名呢 實際上 有很多因素嘛 可是 大家比較沒有在講的一件事是 缺妙芬是 它那個年代 一個重要的 翻譯者 台灣 早就 台灣當然是 很早就有 你們應該都知道 誰是 什麼是D 什麼是婆吧 不是的話 你就問一下旁邊的人 不要問我 主動一點 順便可以交換 LINE啊 Facebook帳號啊 好 台灣其實在 如果是看台灣 我們還是要回歸 文學和哲學 台灣的1970年代的文學呢 裡面已經出現 T和婆了 那 有沒有出現 LESBIAN呢 應該是 社會應該是有流行 LESBIAN這個詞 可是沒有 小說還沒有出現 不過大家知道 文學呢 跟社會現況 其實是不能夠 等同事之的 因為 文學不是社會的反應 很多人覺得是 可是其實不是 他有些時候是 很多時候不是 呃 他只是 取個例子好了 呃 大家還可能看過 一個電影叫做阿凡達 呃 這個機器就會進入 納美人的世界 納美人 那個阿凡達跟真實生活的人 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可以說 真實社會 台灣社會 他就是 所謂的真實世界啊 每個人都是 呃 肉色的 可是呢 經過文學處理之後呢 文學展現的世界 是一個納美人的世界 他可能跟真實社會很像 可是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們不能去強求說 欸你 比如說 陳老師你在 日常生活中 看起來很美 然後為什麼到 納美人的世界 分成藍提夫之後 更加妖艷 這樣子 沒有反應真實生活啊 可是我們不會再用這個事 是因為 因為納美人的那個世界 阿凡達的世界 本來就是 跟現實生活 好像有點像 可是又很不一樣 那我覺得文學其實也是這樣 那 呃 可以這樣想想看 所以說其實我 我其實非常的 排斥 那個 很多人把 秋妙琴本人當作是 《鱷魚手記》 《摩馬特遺書》裡面的主角 因為 那是兩回事 秋妙琴他這個人 他就是自常生活中的人 《摩馬特遺書》跟 《鱷魚手記》裡面的主角 《鱷魚手記》 是被納美人處理過的 《阿凡達》 處理過 《阿凡達》版本的秋妙琴 他可能很像秋妙琴 可是他是阿凡達 大家知道意思嗎 如果沒有看到阿凡達的話 不要怪我們自己回去 找片 然後 不要以為說 可以在網路上面 可以看片 因為 因為中國也在緊縮 反正中國就是依法行政的國家 所以說他們網路上那些盜版電影都要裝 不過阿凡達這個片的確是給文學和族群研究很多的啟示 好,那我要講 《千萬要經》主要是要說他其實是一個重要的翻譯者 當然他也是一個公共論述的參與者 但是公共論述的參與者是多麼的投入呢? 其實我們知道《千萬要經》很少就去世了 所以說他不但的出現在公共論述中 然後也曾經成為台灣的票選的同志大眾情人 注意大眾這兩個字 那個時候他已經去世了 所以說其實他都是那個叫做 因為這個字還常用的 可是那個中文的話我要說 他是什麼? 他過世之後被迫被公眾化 他是一個死去之後才公眾化的人物 那公眾化我們知道就是 他在公眾論述裡面 辦理的角色大家都知道 常常被學者討論 高中生會讀 大學裡面常常被指定來讀 然後很多社團會來讀 然後有些時候 但他有關的事情還會上報紙 好,那我們知道他蠻公共的 那他在翻譯的關係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 他就是把Lesbian翻譯成拉子的人 Lesbian 他曾經在俄語手機裡面 非常明顯地指出 Lesbian這個詞呢 實在是不曉得怎麼樣跟大家說 那還是把它翻譯成中文好了 就是叫做拉子 那拉是一個動作 但是他覺得拉這個動作 它在裡面叫什麼名字? 叫名字嗎? 我照經要講 修道經 不然我就可以 沒關係 在座有人記得他叫什麼名字嗎? 他不叫羽柔也叫自盾 就是自柔也叫 糟糕 我忘了 什麼東西 二手機 那不重要 哦,對不起 反正就是那個主角 他曾經跟兩個學妹講說 拉是一個動作 然後後面 但是這個動作好像 不能夠固定 會滑來滑去 所以後面要加一個詞 大家記得這個片段嗎? 其實有趣的事情是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說 為什麼 他翻譯 為什麼不能夠直接叫Lesbian 為什麼要叫做拉 為什麼要寫成中文 直接用英文不行嗎? 大家知道 其實台灣人用英文 用得非常的開心 但是 我們為什麼要用中文來固定它呢? PTT 我們為什麼講PTT 都覺得很 很 很輕鬆愉快 有沒有人一定要把它寫成 嗯 批評 踢 腳 踢腿 踢腿 有沒有必要這樣子 不一定吧 可是 為什麼有趣嗎? 他就覺得說 Lesbian 必須要寫成拉子 而且他會覺得說 拉子的字 它太滑溜 不能固定 所以說 後面要用一個紙 把它固定住 我們會發現呢 這個其實是 台灣人特別的習慣 或者是很多華人的習慣 比如說 Lesbian 這個詞在英文裡面 大家都這樣用 也沒有人覺得他太滑溜 不能固定 日文呢 就直接翻譯成假名 應該是假名 應該也沒有翻譯成 漢字 那會好像有點奇怪 然後呢 到中文呢 大家就有一個 漢字文化界有一個強烈的焦慮 我們看到 YIS 就一定要翻譯成漢字 不然的話 我們就會非常的不安 像 大家知道 那個 那個 電話 Telephone 到日本以後 它翻譯成叫電話 大家知道 日文很不太 可是大家知道 電話棒狗 就是電話號碼 然後呢 Television 到了 中文的叫做 電視 可是 日文叫做 為什麼會這樣 日本 他們經歷了很大的變化 他們以前 古時候 明治維新的時候 覺得 任何新觀念 都要寫成漢字 把它固定下來 這樣才放心 可是後來 就是電話那個時代 可是呢 到現在 我們知道 日本他們已經算了 就是 幹嘛寫漢字 全部都講 都是用音 不是很好嗎 他們的電視就叫做 Teleby 他們沒有翻譯 他們不要翻譯 因為 翻譯成漢字要幹嘛 這個是我們那種 大中國主義者 才覺得說 任何字 外國的英文 都要寫成漢字中文 不然的話 我們會不安 然後呢 其實 Chimel Jin 他在這方面呢 所以他其實 他創造 發明了 拉子這個詞 他一方面 是翻譯的人 一方面是創造者 然後 後來 他甚至還是一個 統一兩岸三地的人 因為很多兩岸三地的人 Lesbian 個型歧視 反來 誰都不理誰 那 你們上海人 要磨鏡 你們去磨 然後我們台灣人 不曉得耶 台灣人混T-Bar 台灣自己混 可是 一出現 拉子這個詞 好 中國開始流行了 中國也有拉子 香港也有拉子 澳門也有拉子 彷彿大家都因為拉子這個招牌 而結合在一起 實際上 以前上海 澳門 香港和台灣的 Lesbian 什麼根本都沒有 沒有一種 修妻與共的感覺 可是 跳躍金這樣一搞 然後 他的翻譯一出現 然後 一旦被公共化 普及化之後 我們知道就是 拉子已經變成 這些地方 比如上海 Lesbian的 正式村都 他們已經不叫Lesbian 他們就不叫拉子 或是拉拉 當然拉拉 是拉子的 另外一種可愛的 Q版的想法 可是 拉拉 是 從Lesbian 變成拉子 的那個 那個 創教的成就 當然是超過 那個 拉子變拉拉 拉子變拉拉很簡單 這樣可以嗎 就是 所以說 實際上我講的題目 紅色文學是 台灣的發明 跟 拉子是台灣的發明 拉子是修妞型的發明 是 差不多的道理 好 我們再想想看 拉子這個詞呢 可以翻譯給日本人聽嗎 不曉得 可以 翻譯到 他們不能 然後可以翻譯成 英文嗎 我們跟 我們大家可以很 很興奮的跟 英國 美國的人說 我們Lesbian 在台灣叫做 是 poor person poor poor a person who poors 他們可能會覺得 很獵奇 可是 幹嘛 為什麼 Lesbian 就是 就是拉東西 個人 我們會覺得很可愛 可是 這個已經徹底的 跟 英文無關了 好 都沒有人要給我指標 也沒有人 如果是學生啊 第一次聽到啊 他可能會這樣問 他說 有時候我們英文不見得那麼好啊 或者是德語啊 然後法語啊 有一些外來語 所以呢 請問好 其實我剛查了一下 他裡面的主角 自稱其實就拉子 然後他有一些雙關 或是甚至三關的用法 那這個修辭 當然可以另外在文學的 那個 再做討論 但可以問說 那其實我可以說拉子 就是 Lesbian 在地化的 中文化 然後現在 其實我們常常在討論性別啊 還有其實哲學文學 也很多外來語都一樣 好像 當 譬如說 大尾知道 這個翻譯 跟公共化論述的脈絡 然後就變成是一個知識性的東西 圍繞著拉子 或者是同志 或者是酷爾 對 很多都會問說 那這個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去解釋說 從1980年代末90年代 是怎麼樣怎麼樣 到語邊緣啊 什麼三義 然後 摩馬特遺書 酷爾 那個 俄比守記 然後修飄行 好像彷彿我們就是要知道這個脈絡 然後我們才可以知道說 欸 原來這個是一個公共化論的 什麼什麼論述 可是有時候文字 它的生命力 不是很活的 也許 可以簡單問問 可能有同學會 一般缺歪 然後他可能就說 這就是Lesbian的翻譯 然後 我就是用拉子來講 或是女同性 或是女同志來講 我們有這種兩三種翻譯可以用 有必要牽涉到這麼多知識的 脈絡化的包裝嗎 這個對我們在討論運動 或者是研究 有幫助嗎 你覺得 因為 我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覺得 因為 因為就是責務 或者是責務 或者是責務 但是我們就會學新一點 很學不成學的分別 我今天 我今天 白天還 還跟學生討論的海德 鬼才敢來 是啊 那海德格 那個字 幫那個A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就 實際上 我其實一開始 有明講 就是變相的招生廣告 那雖然說 大家不用寫報告 可是你也沒試吃啊 這其實也是要老實會的 那對剛剛 再回 就我提 抛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大家 難道沒有類似我提的疑惑嗎 有的話請舉手 然後 可以跟 我們可以 就這個東西 讓大家先 提一下問題 對啊 請 這是第一位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那位也有舉手 因為我覺得已經開始進入 很可惜 先要講 我可以先回應你一下 好 這個呢 實際上是 那個 要問問題的人 不要逃走 可是我 先 有個東西可以先講一下 我為什麼 其實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說 這些是台灣的發病 是邪惑金的發病 是因為呢 其實很多人呢 看到 同志 酷兒 等等的 都很習慣 很習慣講一種 一種講法 然後 我從 像你們一樣 這樣吃 小鮮肉的時候呢 我就聽過 好 這樣講好像是 心燒肉 我沒有說誰是 小鮮肉 好 好 我當時就覺得不大對勁 可是實際上是 我到了最近我才發現 那是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 我們太相信 西方國家是我們思想的源流 然後我們就只能被迫接受 當然也沒有錯啦 一部分是這樣 可是呢 有些問題呢 其實超級困擾著我 比如說 有些人 其實對我蠻客氣的說 我為什麼要引介 西方的庫兒裡面到台灣來 庫兒就是你嗎 對 我倒不是要講這個 而是說 我何德何德 我並不是要這樣做 它就是發生了 但是 我沒有引介 它就是發生了 然後很多人去流傳 然後成立了庫兒社團 什麼庫兒內庫公司 其實真的有庫兒內庫 還有庫兒營料 我都不知道 反正這個也無關 外面要拿 然後 其實不只跟其他人無關 就是 它就是發生了 它就是一個社會現象 然後呢 也沒有必要被西方忠實 當然 同時有些問題就是說 會有西方說 台灣講的庫兒 有沒有 偏離了 或者是背叛了 英國講庫兒的理想理念 但是 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我們幹嘛要 忠於他們的理念 當然有些理念 比如說 如果說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人 到台灣 然後 完全扭曲 變成是一個 嗯 那個 坦霧 郭台銘的東西的話 那的確是一個很報酷的背叛啦 可是呢 台灣的庫兒 跟英文的 不一樣 是會怎麼樣嗎 這個其實是我想思考的事情 然後這個問題實在太多了 因為實際上是 到 高中 國中 高中大學演講 或是 學術研討會 我非常常碰到問題就是說 什麼是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表示有問題需要明清了 就是知識性上的問題 那個是 馬克思主義 他還有一個 卡拉克斯 還有一個本尊吧 他還有一個協中脈絡 但是 嚴格說來 lesbian 就是一個 智慧 一個詞語 他其實可以透過 翻譯 轉譯 在右邊之外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也經常遇到類似的問題 那我們聽聽大家的 的回應跟你們的分享 因為有時候 我也會遲疑說 欸 這個用語 難道不能讓它變成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 日常的 而不是 有一點像性別研究 同志不會研究的一個 知識的一個 一個 好像變成 我們每次寫論文 要有一個關鍵詞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就這個寫一大片文章 我有一個這樣 日常語言 根本語言變成 是一個公共化的 學術論述之間 好幾重的差異 我有這樣的疑惑 然後我知道你的回答 我也可以再想一下 聽一下剛剛 或者你是不是要補充 這樣有朋友 剛剛有朋友 有相關的問題 怎麼有人退縮了 有人退縮嗎 還是 好 後面那位先 然後再來一點 中間兩位就不發問了 是不是 女生怎麼都可以不發問 你們剛剛 有幾個 你要不要 好好 那一 然後二 然後你再三 好 需要站起來嗎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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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舒服就好 好 就是 大概如果說了 如果去討論 可能 庫爾的翻譯的話 好像 的確在台灣 會比較 產生蠻多的爭議 尤其 比如說像 可能高雄出現了 一個陽光庫爾 然後不斷地再去 倡導 所謂的 這個 反讀 然後以前 以一個 不斷不斷的戴套的 這樣的方式 來去宣傳 那個所謂的 愛情 可是卻不去 不去唱 可是卻不去 排一些愛情的 去文化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地區 就會好像 會跟 我們習慣的那種 會有不同 這 這個當然就會 會拉開那樣子的 爭議跟對立的 衝突討論 可是 我就會 比較不曉得說 我們去談 拉子 拉子 在中文中 他到底轉化出了 怎麼樣的 多的 不同的意義 而且不同的意義 是不是互相打架 互相衝突 以至於說 我們也可能要花 這麼多的力氣去 去討論這個 這個拉子 拉子 還是說 他只是作為之後 我們要討論其他的字詞的 一個 一個起點而已 這樣子 我的問題 可以回答 因為 我等一下要中場休息 那個 王修修問的問題很好 第一個是說 的確啦 拉子 比較算是開會賽 他帶來的論述空間 沒那麼多 就是 他比較沒有 其實他的詞 可能比較有問題 比如說 銅刺和酷額 引發的問題更多 然後 我為什麼花這麼多天賦 那就是因為 那個 在做 看到很多在做 那個 球票金粉絲的 那個 引起的目光 看到他們這樣 對 那如果說 其他的 讀者發出別的目光的話 我們就會轉發別的方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試著 也是在翻譯 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前面 那部分講得很好 就是說 酷仔 很多 翻譯過的史 比如說 酷兒不用忠於 queer 那可是 如果說 他已經被 有些人如果說 假如啦 如果 互加盟 他也去用 酷兒這個詞 然後 然後 或者是有些人去區分 什麼是 好酷兒 什麼是 壞酷兒 壞酷兒就是吸毒的 好酷兒呢 就是不吸毒的 而且也不收煙的 那這樣的話 那實際上真的是 不但是偏離了 原來queer的意思 而且實際上是 反而是在走保守的 後退的路 那這個的話 我覺得 這個的確就是 呃 偏移一看 看是偏到哪邊去 然後 呃 我們的確也是要 記得就是說 我們 呃 固然可以 懷疑那個 跟源頭 queer那個字的 道頭 可是我們也不要忘記 他曾經帶有的智慧 和批判性 因為queer這個字本來是 就是要跟主流社會對象 然後要那個 那個 拆政府的那個意思 呃 謝謝您好 呃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是就是 也就這個機會 就是去impact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還有包括我剛剛聽到 就是 呃 因為我自己不是那麼理論文派的人 所以我對這種 就是沒有太多的想法 或者是意見 那只是 欸我好像還剩下 不到一個小時 所以我聽到目前為止 好像 我目前是針對就是 拉斯的名字 有 好像在這個地方 在打轉 但是我 大陸籍籍籍 還沒有理解到 所謂同志文學的那個 發明 可也許 也許這個名字 是 我們也許從一個地方 才切入去講說 這個東西 好像兩位發明 出來 那 呃 周拉茲的部分 我自己的感覺是 因為像 同志 或者你同志 也許是近十年 我自己可以 因為像女生好像比較多生開來 那在小時候 我們 呃 所 理解到 接觸到的可能 都是講說 統性戀 或者是雷子戀 那我個人覺得 小時候聽到這個名字 好像是社會 帶有一點 負面 臉意的感覺 就是我 對這兩個名字 可能會有些 這樣子的聯想 那 自從拉茲這個 名詞 開始被 就是在圈內 被廣播傳開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像是 是體確那種一種自稱 認同這種感 就像譬如說 競選的人 會講說 欸我處於 怎麼樣 那種感 對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好像是比較親切 然後會好像 都是 在使用的名字 然後一直被這人 走 對 謝謝 對 我跟MASA講太久 沒有錯 第二個是 等一下 休息一下 就馬上講同志 然後第二個是,的確清潔感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但是我想回到剛才一個比較 就是說,我們如果看日本的雜誌會發現 為什麼日本的產品都設計得很清洩 可是每個都叫做,每個都是用假名 然後看起來都很遙遠 我想很多買日本貨的人呢 台灣人都希望他們的那些點心啦,衣服啦,玩具啦 都取漢字的名字 為什麼都取假名呢? 感覺很不親切 可是呢,台灣的話就不一樣了 台灣任何模仿日本的東西,文創小店 都會一律都要用很可愛的漢字 把東西寫出來才行 這個其實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說,為什麼那麼講究清潔感的日本 他們卻用完全沒有感情的假名 那在台灣呢,一個其實是跟日本舉起來 一個比較粗糙,比較有人行為 可是動作很粗魯的地方 我們卻很在乎在那個商品 每個商品都會叫那個都用可愛的名字 取一個例子好了,就是 我們如果現在文藝良品看到那些東西都很可愛啊 然後中文名詞呢,好像翻譯名詞也都很可愛 可是呢,突然說 我們看到在日本畫文藝良品的時候就發現 那些全部都是面無表情的假名 那感覺很可怕啊 為什麼日本會那樣,然後我們是這樣 他們的親切感不會在文字上面 可是台灣真的很便 你覺得沒有啊 那我是三種符號或是部分嘛 就是漢字,紅米拉卡納跟卡卡納 就片甲名片甲名 那所謂的片甲名就是叫卡卡納 就是它用拿來品所謂的新語言 就是它用西方文字 就像Cocacola 那絕對是用片甲名式 那品甲名比卡卡納是他們固有的一個書寫系統 其實從可能十幾世紀那個萬葉集,草葉集 萬葉集出來的 那這兩個都會有一個差異 就是說一個是新的 一個是他們覺得有自己的文化本類 那漢字其實就是從中文化過去 那這三者差異在說 平拉卡納後來發展成他們覺得 那是一個古典美 然後具有傳統性的一個語言 所以女孩子如果用平拉卡納去表達自己說 Aister用平拉卡納打的話 男人會覺得他比較溫柔文 但他如果用卡卡卡納去打 就會覺得他很強勢 他如果用漢字打的話 就會覺得你非常非常的過誤 非常老派 因為所有的正式的語言 包含就是學術書籍 然後新聞文字都是由漢字為主 這個是日本還一直沒有廢 沒有辦法廢掉漢字語 可是韓國大概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他用直接用平衡文化去 偷吐這所有的漢字 詞彙 所以他們有別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會覺得你剛才講那個 像我們也很喜歡把那個 就是得這個字放進來 那這個no其實有它很長的一個 日本的那個歷史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真的就是語言裡頭 它結構本身 或是它本來裡頭 那種語言術的複雜性 在漢字比較難發展出來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整個從20世紀初的那一波 語言運動裡頭 唯獨就是中文 它沒有改變它的語言結構 那個白話文它還是留住原本的韓字嘛 可是日文跟韓文 我所理解的東亞語言 都整個拼音化 然後是越來越好 那拼音化的那個 對照物其實就是漢字 就是他們就把漢字 慢慢慢慢的擺脫 這是我一個想法 然後我可以順著回應一下 廟哥老師最開始提給你的問題 就是那個同志是不是 它就是一個本土的產生 不應該用翻譯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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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脈絡去理解它的話 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談的翻譯好像 它是語言跟語言間的 可是我覺得大偉 他一直在講一個東西 他其實是 比較像文化文化間的翻譯 雖然他用語言 當作一個文件來談 我自己的理論是 同志其實它就是 就是同志群體 就是我們的Gate and Lesbian 對於主流那個 同性戀的自我翻譯 就是我不要再用一個 你把我病理化 然後知識化的一個詞 去撐我自己 然後連我自己都覺得很舒服 我自己拿來 就是拿來一個新的詞 可是這個詞其實也不是 台灣人弄的嘛 這個其實就是92年 第一屆那個金馬藝戰 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同志藝戰 那這集是林毅華 香港的一個劇作家 加上一個叫邁克的寫手 也是一個香港人 他們在國外念書 然後在國外的華語社群裡 都談論這個東西 之後帶到香港文化圈 然後又再引到台灣的金馬藝戰 所以其實這個流動 我也不能說它純粹是一個很台灣性的 再加上我們知道 同志這個詞其實是整個 毛革命的話語 所以它又有一個中國的那個土浪在 所以我覺得同志這個詞可以在中港台 留下來其實是一個還蠻有趣的 打破某種台灣海峽的一種 可能發起來論述 反正這樣子 謝謝 我們可以先休息幾分鐘 對 那個 邀老師先休息 喔喔喔 對不起 對不起 邀老師好 那我想看一下另外一個面向的東西 有可能是 八年代出生的 然後 我想講的是說 像有一些 網路上 我們會面對日本 然後有一些比較新的用語 我們其實是比較接近的 譬如說我們透過網路論壇啊 或者說一些方法 它直接比較流進來的 然後也是會描述一些同志的 但是 就是跟我們那些什麼拉子 就是變完全不同 像什麼 BL GL CP 公售 配對 這種東西 然後 然後我是有點發覺說 像這種東西就是 我們好像 比較講究說 我們會 直接用日本那邊的一些文化的詞語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 對美國 我們會有一些 嗯 對日本我們好像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是因為說是 因為網路 還是因為時代 還是因為我們就 比較喜歡日本 然後 像 這種 有點普遍的話就變成說 我們可能 像我們比較 新一代 你就 再看其他的 會去做影視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說 譬如說 維庭陳北版 他們是一堆 BL的什麼東西 我們就不會講說 我看哪兩下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 一個現象 對 對 對 其實你講的這個 就是我們有些時候 有 對不起 請問說 就是 我們在講 紅色庫的時候 好像是被 英女系國家影響 可是我們在講 公售 畢業的時候 就是被日本影響 然後呢 的確是沒有錯 本來台灣就是被很多 外國文化影響的地方 那 實際上是 我們平常講 台灣 被 很多的帝國主義國家佔領過 那實際是不爭的事實啊 我們也有荷蘭的遺跡 和西班牙的遺跡 這個 說來話上 就 福爾摩沙這個字是 葡萄牙文嘛 那 遂的字本 這個我想 順便講一下就是 我剛剛想到一個字呢 其實這樣講好了 那是台灣看漢字圈的一個習慣 就是 望文生意 我們每次看到一個名詞呢 就開始 在那邊想像 然後 給他很多的意思 比如說 我們如果看到 AIS這幾個字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 沒辦法在上面做文章 可是如果說 我們看到 廟分老師的名詞的話 就會想說 這個廟是什麼意思 分是什麼意思 然後看到 季大偉這個名詞的時候 想說 他是哪裡大 他是不是長得很高 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都說到一個困擾 就是說為什麼 人家會在 為什麼看到我名詞 就要覺得 我要長得很高大 這個其實就是 中文 望文生意的習慣 我們看到 英文的名詞 看到 David 或是John的時候 我們不會有那麼多 無關的聯想 然後 這樣的話 造成一個結果就是 台灣呢 看到日文的時候 也常常望文生意 結果呢 很多台灣人去日本觀光的時候 都會非常的驚訝 就是 為什麼日本跟我們想像說的 不大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實際上都在 異鄉情願的在 妄想 蠻多的時候 我們看到日文一些漢字 我們就覺得 很像 力吞 扇子喝酒 我們就覺得 哇是緩緩色情耶 什麼 扇子立刻吞什麼呢 然後 可是實際上 本來就沒什麼 大家知道我運氣吧 然後或者是 我們看到 這歷史太多了 好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謝謝 好 好 我們先休息到 9點 好 9點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好 大家回到 回到 日文的節目 好 日文大維 OK 那 我們現在就開始 第二個小時 的週五 其實現在 剛剛談的是 一些 翻譯的脈絡 那 那 同時文學 這個 作為一個 小 大家不是說 它是一個 文類 或者是說 是一個 拜訟 是不是大維今天 要講的這個發明的意思 其實 這個 法律 跟文學 或者是文學 跟哲學 尤其是我們哲武 很難很有機會 安排 跟文學有關的討論 那 我們在補很多 國外的 歐洲的 這個 文學的作品 裡面其實都有 就像 在沒有英美的 女性主義的用語 跟學術的論述之前 其實 在歐洲 他們也有 女性主義內涵的著作 或是哲學 或是文學的作品 然後 其實像我是在歐洲 讀書 然後 我接觸到的 女性主義跟性別研究 那 譬如說 德語 它有它自己的用語 但是 就是講到那個 比如說 Family 或是講到 Gender Studies Leer Studies 就是 英美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在想說 這個東西 會不會跟 台灣在90年代 尤其在那個時候 呃 留學 尤其是 以 英美文學為主的 然後他們帶回來的這個東西 影響了 所謂台灣的文學文學的事情 而這個發明 比如說 莎士比亞的東西 很多的作品 有人會從 同志的角度去看 比如說 威尼斯上人 昂東迪 跟他另外的朋友 只是 可能沒有必要 所以一定要講 這個是英國的 同志文學 或者是說 在德國 也沒有特定 一定要按照的問題 可是等到性別的觀點 興起 在這個年代之後 那我再回去歐洲 我在讀書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性別 很突破了 也沒有說 一定要講 什麼什麼什麼 文類 同志文學 或是一個特定的美語 他們比較是在運動策略上 政治的介入 然後 或者是說 欸 法律的介入 比較是 在這樣的用語上面 特別去強調 queer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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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或者是 或者是 我想 下一個這個小時 大概 我先引出這個問題 然後 請大家繼續 大概到時候 是同志 同志 謝謝 謝謝 然後謝謝剛才 熱情參與發言的朋友們 我剛才的確就是因為感冒回答強 一直在講拉直 跳出來 好 其實廟哥剛剛講到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的確是要講跨國的移動 所以說 有些時候我們把台灣自己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 拿到別的國家去看 就會發現 根本不是這樣 比如說 呃 台灣人喜歡這個時候 包括同志之間 我想那應該是有 性邀約的意思 就是 同志之間說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泡湯啊 那泡湯 應該都是要脫衣服的吧 拿到有穿衣服的泡湯了 所以說 邀約泡湯實際上是 蠻適合的事情 可是日本沒有泡湯這兩個事 大家知道 這是台灣自己找出來的東西 台灣日本沒有泡湯 好 好 那 那個 妙分她講到她的歐洲經驗 我好像也要講我的美國經驗 就是那個好古老 我 那 我比較 古老 妙分的是 最近兩三年認識 好 這樣講 我講一個有趣的例子 好了 其實我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我發現 有一個很震撼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當時 那個年代 九九年代 台灣同志文學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然後酷偶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我想說 我去美國 呃 可能像朝聖一樣 可以看到他們怎麼講吧 後來發現 去美國發現他們其實也不大講 他們也不大會把同志文學 當作一個課題 或者是當作一個專有名詞 然後 後來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同志文學這個詞 呃 英文有這個詞嗎 我們想想看好了 有 同志文學要怎麼叫做 那個 那個 呃 翻譯到英文 美國和英國去呢 其實非常的困難 比如說 難道它是 queer literature嗎 然後 或者是 我們要說它是 gay literature嗎 或者是 lesbian literature 女同志文學 大家會發現有些問題 美國會講 gay literature 男同志文學 lesbian literature 女同志文學 但是他們不會講 同志文學 沒有這個詞 queer literature 這個詞 雖然說 違法上是通的 沒有人在講它 這是台灣 自己 台灣 我們這樣講 同志文學 男同志文學 女同志文學 而且男女同志還合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同時呢 還會有一些 呃 呃 呃 平行 的衍生史 比如說 我們一方面要看 同志文學 另外一方面 還要看同志運動 兩個 要相比不論 美國沒有來跟你搞這個的 同志運動 是同志運動 男同志的文學 女同志的文學 這次 個型其次 沒有像台灣 都要排比 還要對勝 然後還要 好像是在寫對聯一樣 一邊有同志文學 一邊有同志運動 英文世界沒有這樣 所以說呢 其實 我要講的是 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覺得在台灣 我們 我們都把這些 同志文學 都已經 好 談得很鬆敗 然後想要去 國外那些 那些聖地 那些神聖的地方 去驗證的時候發現 所以他們沒有這樣 這樣子再處理這些議題 其實是我們台灣自己 呃 可是不大一樣 就是 反正是不是 台灣同志文學 好 我這樣解釋一下 這樣好 再解釋一下 我說 我說 嗯 同志文學是台灣的發明 這邊呢 我想說 要解釋一下 不是在一次我感覺良好 也不是在一人知道 然後我也不會說 它是我的發明 或者庫格是我的發明 這樣講好了 當我們 我們講 我的這個詞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詞的時候 並不是說 我擁有它 比如說 台灣是我的國家 但是我擁有它嗎 沒有啊 正大是我的學校 可是我沒有擁有它 所以當我們講 正大是我的學校的時候 我只是講 它跟我有關係 並不是 我並不是 董事長 或是校長 不是 然後 大偉的意思是說 在歐洲 甚至在美 英美 文學 他們不見得要特稱 同志文學 但是在台灣 卻有必要 跟你一開始在講 招生的焦慮有關嗎 其實不是 倒不是那個必要 是說 那個焦慮 其實那個焦慮比較是說 針對本土的 就是說 台灣本土其實對 台灣研究不友善 然後也對同志不友善 然後這個根本是疊合的 那這個跟 跨國性 那沒有關係 然後 然後 到國外的話 會發現 他們對同志文學 這個科目 並沒有那麼 陰切的關注 反而在台灣 是一個 你可以 當作 討論的課題 可以成為一個演講 這樣同樣的演講 在你國會發生 我覺得 不容易 好那 我剛剛講說 這個是台灣的發明 倒不是說 台灣擁有這個發明權 不是 而是說 這個事情在台灣發生 我解釋一下好了 那 其實這個也是對於 一些問題的回應 就是 長久以來 當然也會有人問 為什麼 所謂的 台灣 台灣同志文學的 黃金時期 是1990年代 為什麼不是1980年代 為什麼不是 之後的時期 然後為什麼它是 黃金時期 為什麼這麼 理所當然 那我後來發現 其實是 當然是有很多 天時地利 還有 人文元素的影響 這樣講好了 就是 我其實之前有講過 就是 1980年代過 90年代初 剛好是翻譯 還有公共性 變成是非常重要的 在台灣方向 勃勃發展的 兩個現象 那我當我把 翻譯跟公共性 合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 我在做一個 奇怪的連結 因為我通常講 翻譯的時候 翻譯它的 對應的東西 不是公共 翻譯對應的是 本土 外來的翻譯 對應本土 所以說 我並沒有在講 翻譯 VX本土 我也沒有在講 公共VX私密 公 通常是VX私 怎麼會跟翻譯在一起呢 所以說 我在這邊 其實是 嗯 在做了一個 嗯 應該會文化 嗯 對 其實是 其實是 那實際上 其實有一個 底下有一個暗流 就是說 當我沒有講 本土 也沒有在講私密的時候 我並不是不要講 而是說 這個是接下來 要講的 課題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 當我在突顯 嗯 翻譯跟公共的關係的時候 我是不是 同時 掩蓋了 壓抑了 本土 和私密呢 其實 我承認其實有 不過那個是 我並不 我只是暫時歌 指定 我是不要談 那個 嗯 我們去政大課堂再談好了 好 今天就 我們就講這個發明的東西 我們 我們做一些基本的 剛 回到剛才的宋華山 宋華山 很多人會覺得 宋華山的東西 非常好引用 可是實際上有個問題 就是宋華山 他的學術上 平時有問題 那 不講那些 奇怪的 那個 我們就講到現況好了 他現在不是學者 他現在是在一個 New Age的 單位裡面 當那個 勵志的講師 就是 教人家如何 自負 幸福的那種講師 那 他沒有再做同時研究 那 所以說 所以他也沒有為他 他也沒有學出生命 他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 在 台灣有點像是 吳黛儒啊 戴陳詩那種 名嘴 那 你要相信這個 名嘴的 書嗎 我覺得有點 懷疑啦 好 不過 他的確呢 有寫過一些跟同事有關的書 比如說 《同志論》 然後呢 他講到的 其實跟剛才台下的那個 那個博士班 朋友 Eno 講到有關 就是 那個 1990年代書 林映華 和 就等等 香港人 謝謝 和另外一個 麥克 他們 在香港 有請把 同事 同性戀講的 同事 因為有幾個因素 他們說 他們 他們不喜歡 同性戀這個詞 然後他們想到 國父孫章山說 革命尚未成功 同事人去努力 他們覺得很酷 所以說他們 有轉 他們要 勿用 摩用這個詞 然後把那個 當時進口到 香港的 同性戀營展 改稱為 同志營展 然後 搬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把它 他順便帶來 同志這個詞 這個用法 好 這個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一個現象 就是說 我大概稍微講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全球化 資本主義的流動 歐美國家的 同性戀電影 他們呢 先 先 怎麼講 批發到 香港去 然後在那邊 做一個商業的展覽 然後呢 幾乎 圓方不動的 拿到台灣來 賣 就是 同一包 有點像是 歐美的 同性戀營的商品 先到香港賣 然後到台灣來賣 然後呢 其中的那個 主要的 商展小姐 在台灣 以前是常常找林士林 那 這個呢 他們是找 林一華 當然有他的貢獻 可是我們也要看到 背後一些 商業超速的邏輯 這個先不講了 那 一個有趣的地方是說 當然 林一華來的時候 帶來很大的震撼 就是 的確台灣做 突然變得 很多人開始把 同性戀 想成同事 不要用同性戀 那 他在 他在做的那個過程中 的確是 有在進行翻譯 也有在進行本土化 然後 也同時在進行公共化 因為 他的確都是在 公共的場合的考慮 然後 很多人在報紙 當時的報紙 副刊了啊 學校啊 都開始公然的講 同事怎麼樣 同事如何 那 可是我們來想想看 就是 這邊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雖然帶來 同事這個詞 可是他沒有帶來 同事文學這個詞 林一華 他這個商宅 不是小姐嗎 好吧 你不能說他是商宅的 哦 哦 我在這邊要講一些 粗魯人的話 我覺得林一華的戲 我很不喜歡 林一華做的戲 他最近要做《紅龍夢》 要 我不會去看 然後 我之前看到他 做那個 那個 那個街頭 很喜歡上街頭的那個 很運吃 做的賈寶玉 其實我看的 非常失望 不過是個詞人 不懂他 就是那個林一華 我覺得他是個很魅俗的人 那林一華他講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 他帶來的是 英美的 queer cinema qu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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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ema 為什麼 然後翻譯成同事電影 後來有些人翻譯成 那個故文電影 他帶來的是 影像的 電影的文化 可是在台灣的 我們 我們吸收這個衝擊之後 所展放的結果 卻是同事文學 是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說 林一華 根本就沒有帶文學來 他帶了同事這個詞來 但是台灣呢 卻 把同事 加了文學 台灣的確是 有一些同事電影 沒錯 我們知道本土有一些同事的電影 可是 他是 林善的 李安拍一點 蔡明亮拍一些 蔡明亮他自己自成一格 而且 蔡明亮拍了很多 跟同事有關的電影 但是他大概不會希望 他是 被叫成同事電影 可是他 他很複雜又難搞 然後 讓他進去 同事文學的密集討論呢 是 同事電影 無法 比擬 可是呢 為什麼這麼奇怪 就是說 為什麼 英美 我們再回去看 就是 回去看 香港的話 對 他們的確 他們會講 Queer Cinema 去看英國有名的 賈難 他是 做Queer Cinema 然後去 美國 葛董 他也是做 Queer Cinema 為什麼到台灣 卻會 變出同事文學這個東西 我覺得 跟台灣當時的 歷史狀況 歷史前進和 歷史基礎很大的關係 就是 因為台灣 非常相信 文學的重要性 所以說 到現在 大家的什麼 中學的 國文課程 到底要怎麼教 還是 吵來吵去 到底要教多少 文言文 吵來吵去 要不要教應用文 如何如何 我們也知道 就像如果是在法國的話 他們的殖民可能是哲學 那台灣的殖民就是 國文教育 然後台灣的動不動就在辦正文比賽 你會覺得 文學有一個 介入社會的力量 當然也是 政權 介入社會的力量 就是說 釣魚台 我們政府要做什麼作為呢 好 我們來辦正文比賽 這個正文比賽 他是 所以說 因為台灣長久這樣的空氣 而且 大家知道 台灣的 不管藍色 綠色 或者是 武黨籍 或者是 不政府主義者 老人要退休之前 他們都希望人生 要留下一本書 文學書 自傳 或者是 大和小說 我們看到 美麗島世代的人是這樣的 然後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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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家文有寫這樣的東西嘛 然後 周青玉好像也有寫 然後我也知道 以前像王婆也是這樣 然後 楊青柱也是這樣 然後 現在有很多的 大企業老闆 他們 他們 他們總是覺得說 或者是 德高望重知識 都是覺得說 我人生在世呢 我最後呢 一定要出一本文學書 我才會 心安理得 才會 因為死而可以入入 我沒有說他們要死 但是 他們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台灣 或者是 華人社會 非常有趣的現象 台灣可能特別就是吧 就是 一定要 立德 立言 立行 然後要立傳 然後長得上文學作品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我們會發現 這個這麼新穎的東西 同志 到了台灣 它就跟文學結合了 然後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台灣的發明 或者是台灣的拼湊版 比如說 台灣也同樣的 發明了牛肉麵 大家知道嗎 因為 以前在中國 在四川 他們並不是吃牛肉麵 他們吃牛肉湯 可是台灣呢 就會 山寨 拼貼成一個 牛肉麵的東西 你可以喝得到很辣的湯 然後又可以吃得飽 所以說 我在講 同志文學 是台灣發明的時候 其實是要說 香港 它可能發明了同志 我是說那個 歪毒版的同志 可是到台灣呢 卻拼裝出同志文學 做的東西 然後回去看 然後 但是我們常忘記 這個是我們發明的 所以說 那我們回去看說 為什麼香港沒有同志文學 為什麼 那個 中國沒有同志文學的時候 我們忘了一件事 就是 這個是台灣的土塞 當然 中國不會 當然 香港不會 我並不是說 我們當然要說 歐巴 崔子恩 或是香港 或是中國 或是中國網路上 有很多通信念相關的東西 可是他們 做的同志文學 跟台灣的同志文學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台灣的同志文學 還爆發什麼面向呢 台灣的同志文學 其實是 台灣自己拼湊出來的結果 所以說 台灣的同志文學 常常都有一種 跟同志運動 相親與共的使命感 可是中國網路文學上面的 同性戀文學 沒有這個東西啊 然後 台灣常常會有一種 那個 比如說 面對無名 台灣的同志文學 面對無名 洗刷無名 或者是 對抗愛思 等等等等 或是擁抱愛思 等等等等 的想法 可是 其他地方的同性戀文學 也有這樣子 講一個更有趣的現象 我們在 我們回去看 我們知道 1990年代 同志運動在很多國家都很興盛 包括英國 美國 然後台灣 然後 我們 我們拿著台灣的同志文學經驗 去看美國和英國的時候 會發現 他們不但 有名的東西是 同志電影和不同志文學 甚至 他們的 他們的同志文學 也跟同志運動 沒什麼關係 我們忘了 這個是台灣才這樣搞的 然後 英國和美國 他們端出來的 同志作家 其實 也跟我們台灣做的 非常不一樣 好 我們在講台灣的同志 回學的時候 我們所 歌頌 所端出來的作家是 白鮮勇 朱天 華人手記 鱷魚手記 這些 基本上 都是 非常貼近我們的人 白鮮勇還健在 還非常活躍 白鮮勇的 面子 到底跟同志運動 有關係呢 其實是有 然後 他自己有個山運呢 也可以說他有 也就是說 台灣的同志文學理解 一直都是跟 非常多的書 一直跟同志運動有密切的關係 然後 有人權概念 可是我們看一下 英國和美國 給我一個什麼答案 很多人講到 美國的同志文學 就說 我們會想到他們的 Ellen Ginsberg的豪叫 浩爾這個詩集 或是會想到 惠特曼這個 這個有名的詩人 或是想到 Ellen Moon White 這個有名的作家 可是有趣的是 他們都跟 褲魚無關 他們都是 非常古老的歌舞 好 我們看到 英國的時候 大家就會講 英國有王偉德 可是錢 王偉德是 一百年前的人 王偉德雖然說很重要 可是 他是被 奎兒挪用的人 所以說 他們並沒有 一個跟 酷兒運動 跟酷兒運動 跟酷兒運動 酷兒電影 或者是同志運動 一起成長 一起介入 士林生活的作家 沒有 一個酷兒 就不會是因為台灣 整個現代化 後現代 這個在急速發展 對 然後又經過了 日本之旅 然後是很快的 把所有這些 所謂的西方的 歐美的中間 這個思潮 整個帶進來 對 所以不只在文學 其實在其他領域 有這種快速的消化 跟是在激化製造 那這裡面是不是 因為這個 這個時期 剛好就是同志 運動性別運動 在台灣通過的時候 以至於書寫者 或是作者 或者是運動 會 不能說不知不覺 真的是有意識的 想要參與 以書寫來取得一種 話語的 話語或是 在 像話語圈 因為我不太想說 他要取得話語圈 有些時候他們是被迫 被 加入話語 比如說 我們知道有些人 他可能 是被迫要加入 這個話語圈 這樣講好了 一個例如 另一個例子 那個 天文已經走得著 所以他 不算了 他沒有被迫 他是被迫加入 但是他 他本人不在上 好 那我會知道就是 那個 朱天文的 花生手機就是 很好的例子 朱天文他可能 原來只是想要 花生手機本來就只是要寫一個 書齋式的 像傳統的 英國 美國 法國的 那個 包括像 基德 那些 就是 在書房裡面 好好寫作的作家 可是沒有想到 他因為是 書在90年代 所以說 很多人要看 他如何看待 花生手機如何看待 人權運動 街頭運動 他的政治觀怎麼樣 那我覺得 其實朱天文 他可能有點嚇一跳 就是 我怎麼被 我只是一個 書在寧的作家 我怎麼被推到 街頭的戰場 我們想想看 就是 那個王友德 他基本上是一個 孤方正常的人 他並沒有被推到 街頭上去 當時也沒有 同志運動 然後我們知道 法國所推崇的同志作家 人類還有基德 基本上也是 離街頭非常遠的人 可是台灣的 就是 為什麼 台灣確實是這樣 這的確是 90年代後 發生了很多事情 會變成 很多同志 寫同志文學的人 他們不見得 對同志運動有興趣 但是 他們必須要思考一下 這個親疏遠性的關係 他有些主要發行界限 可是 這跟網友的既得 他們非常不一樣 因為他們根本 我覺得我們都不用管這件事 好 然後當然 那個 我們知道 那個 西方 那個 富兒 他們的選項就是把 以前那些大佬 拉出來 比如說 Lesbian是從那個 沙伯 希臘小島 那個 Lesbo這個島 那個 上面有一個 女文化叫做沙伯 所以要把它當作一個 大前輩 台灣沒有 台灣的前輩 都還健在啊 賢Gay Lesbian3的人 除了全國人之外 大部分人都還健在啊 所以說 這個跟 我們碰到的 同志文學 這個競技場 跟 英國 美國 日本的 都非常不一樣 我們講日本的話 會講到三島西夫 他也離我們非常遙遠 我講的有點雜亂 希望 大家包含 呃 對不起 我看一下紙條 然後我等一下要講一下 同志的 一些故事 怎麼會這麼的 呃 呃 呃 刺激 這個問題 而且 有人問我說 呃 我這個 Invention的訴求是什麼 我想應該是講 他說是Plan的什麼 但是我想大概是訴求 呃 呃 我為什麼要講Invention呢 好 那個原因是呢 我想做的事情 呃 謝謝提醒 不然的話我真的會 陷入很多 遺照中 我是想要把 一些事情 加以歷史化 然後 承認 呃 比如說呢 就是同志文學呢 他不是放出四海皆準的 其他的國家 常常找不到 然後 在別的 所以說是一個 脈絡化的動作 我要說他是台灣的發明 就是說 他是台灣特殊的時空 時間 90年代 然後 空間 台灣 才出現的東西 然後 我想說這個 定出這個 坐標呢 我說的發明 倒不是要什麼 矮線什麼 而是說 定出這個坐標 然後 也才不會說 呃 可以解答 為什麼 我們在同樣是同志文學 我們在日本找不到 我們找到的是 找到的是 賈曼 他是拍電影的人 找到王友德 他是 50歐的人 然後 我想說這個的話 會 讓我們 可以回答一些問題 就是 呃 為什麼台灣的 這個發展 跟 不能夠對應其他的地方 但是這個不能對應 正好是有趣的 去之處 所以我要進行是歷史化 就是英文的 historicize 還有 脉絡化 contextualize 的工作 那 呃 呃 對 好 那 好 好 好 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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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發明這個想要訴求什麼 大尾剛剛意思的時候 在看詞條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要把這個 台灣現在已經形成一種 大家可以討論可以書寫可以探討 同志文學這樣的一個一個時機 我們可以把它歷史化 透過歷史化透過漢落化 就是幫他採用時間和構建的坐標 那其實當發明的時候 其實我要其實這個時 在台灣有個太美好的意思 我把英文寫出來就是說 有些字呢它就是一個發明 像副科會提醒大家就是 同性戀這個概念是19世紀的發明 它以前雖然說有很多同性戀的行為 但是沒有這個概念 那我想說同志文學也是一個新的發明 它並不是一個一直都有的概念 那也就是說不要把它當理所當然 就是大家都會說 中國古時候就有同志文學啦 像紅紅夢 可是實際上 火龍夢它的確裡面有寫同性戀 但是它 引起了同志文學討論圈 跟我們在講的 1990年代同志文學討論圈 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概念的問題 那當然它裡面寫到一大堆 老色狼啊 對啊 我 呃 我不會講太多了 另外一個陪董事要問我 修廟性的問題 呃 那個等一下好了 我等一下會講一下 我等一下會講一下 我 欸 今天他講完一句作品 可是 大家除了 大家對命令很熟嗎 杜修蘭的 還有 武惑的鬼惑的阿妖 很熟嗎 如果不熟的話 我們就倒進去 嗯 嗯 嗯 我等一下再講 那個 前面要請我講一下 同志 這個詞 呃 同時呢 我想要補充一下 那個 林毅華 然後 另外吃到欣賞一些 翻譯專家 我有點回饋了 同志這個詞呢 林毅華是說 是從 國父來的 同志 革命上未成功 同志能去努力 我其實對這些話 我非常的 受不了 我覺得非常的作用 而且誠意過高 所以說 我不太講這些話 然後 也所以說 我都常在卡住 好 同志 這些話呢 他說是從國父來的 但是 他怎麼可能是從國父來的呢 所有的詞 都沒有人真的擁有他啊 很多詞都是現成的 我們只是 拿來用而已 國父怎麼可能發明 同志這個詞啊 國父他是拿現成的詞 來用的 好 我們來看看 國父為什麼用這個詞 那當然是百姓末年很多 革命治世 他們用了這個詞 所以說 國父才跟著用嘛 國父絕對不是發明 同志這兩個詞 我們來想想看 我覺得 19 1875年 是一個很有趣的年份 這當然跟我 日文不好有關 所以 我隨便去 去 VTBR 然後找到 1875年這個年 那 日本的專家 可能可以更深入 1875年呢 對於日本和中國來講 都是有趣的年份 1875年 在中國呢 是光遜皇帝上任 在日本的話呢 是有個 台灣人聽了會笑的大學創立 大家有 同心協力一起做事的人 叫做同志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 那個 日本歷史 然後 光遜皇帝上任之後呢 光遜開始我們下台的 戊戌面法 戊戌面法 我們也知道有那個 康啟超 對他們唱歌不熟 我都講康啟超 梁啟超 那個康永偉這些人吧 大家知道 這些人呢 他們 包括 光遜 康熙 不是康熙 康永偉和人一起操 這所以 很會不短路 他們用了一個詞 他們講 同志 革命同志 我覺得大家有趣是 這些深受日本影響的人 他們開始用了 同志這個詞 所以 同志這個詞 是不是日文呢 我覺得非常可疑 大家說是 是中國固有的詞 是中國固有的嗎 我猜搞不好 是從日本學來的 然後 我再提供 再講一個蛛絲馬跡 大家說 革命 尚未成功 同志人群努力 同志跟革命 這兩個詞 是對應的 他們也是 永遠是黏在一起的 革命這個詞 是日文 革命 革命不是中文喔 不信的話 大家回去查 wikipedia 中國 跟日本 學了這個詞 然後 但是 日本也不是自己學的 自己發明的 日本是從中國的古書學來的 因為 康武革命嘛 他們知道 康武革命這個詞 於是 日本就用 康武革命這個詞 來翻譯 Revolution 那中國呢 為了要翻譯 Revolution 這個詞呢 就跟日本學了 借用 革命這個詞 連革命都是日文 那 為什麼同志不是日文 然後 所以說 在這邊我只是要說 發明 還有原創 還有本土 這個其實都 非常的複雜 因為語言 不是我們可以輕易掌握的 很多詞 根本就不是 我們想像之後 中國固有的 沒有啊 如果說沒有日本的話 沒有日本的介入影響的話 中國根本不知道 革命和同志 這個幾個字要怎麼寫 當然大家也知道 現代現代化 這些詞 資本主義 還有 資本主義 還有像勞動部 這些字都是日文 大家知道嗎 哲學 對呀 文學 這些事都是 都是日文 不是中國固有的 好 嗯 我不曉得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 今天有休息 那又加上 等一下 其實我們有邀請大家 有空可以留下來 參加我們的那個 雖然今天是26號 我們有一個 耶帶跟 年尾的 折五的 派對 邀請大家可以留下來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進行到10點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也 也可以讓大家再問問題 因為 大家可以跟 到10點就好 這有多少時間 通道出現多雜訊 所以說 開始怎麼康情都跑出來了 那個 呃 剛才有個朋友問得很好 或者說 千萬區到底要傳達什麼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 呃 跟那個 呃 呃 我剛剛說的 呃 我剛剛在提 翻譯和公共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也要看 本土跟私密的關係是什麼 本土和私密 這兩個暫時隔世的事 我想千萬區 我相信 他傳達的東西非常多 非常複雜 但是呢 他要傳達絕對不是只有 翻譯和公共 那我自己是要回憶那個 呃 最近台大出版社出版 一本書叫做 呃 浮憲中的女同信念 是一個 台灣人 在美國教書 呃 叫做桑子蘭他寫的書 呃 名字強調 秋妙金的 他想做的事情 是要面對公共 參與台灣公共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這個 非常的奇怪 因為 秋妙金不是那麼喜歡 參與公共空間的人 他如果那麼喜歡 參與公共的話 說不定他當初 就會留在台灣 而不會去法國讀書了 說不定他喜歡的事情 是孤僻嘛 而且 我覺得有點怪 就是說 大家看了秋妙金的書以後 大家應該知道 秋妙金的文學世界 其實是非常孤僻的啊 然後又很喜歡 公共事務啊 那邊有怪 但是我倒是覺得 秋妙金 他的作品呢 有些地方是公共的 比如說面對媒體 有些地方是私密的 比如說很孤僻 那 所以說我覺得 他其實是 就是一個 展現了一個 口語話來講 是一個傲嬌的主題性 傲嬌主題性 有些人說 他有些時候 傲嬌的那個展現 的體現就是露營 有些時候想曝光 有些時候不想曝光 有些時候想要脫衣服給大家看 有些時候要包清醒的 那 如果說他要完全公開 進入公共裡面的話 我覺得是錯的 如果說他完全包起來 躲起來的話 也是錯的 而是 我不太知道 類似別人是怎麼樣 而是像gay gay比較 對不起 讓我 讓我用 gay的一些素顏 比如說有些gay呢 他非常的奇怪 非常傲嬌 他到底是要公共還是要私密 比如說呢 他會叫大家去嫁他的臉書 然後呢 他把一些 然後 要加他臉書還有好友的 他才會 把他的 生活照片給人看 那 可是呢 你一旦加入他好友 你就發現 他的生活照片不得了 每一張都沒有穿衣服 也就是說 他到底要公共還是私密呢 他 那個 一方面他好像 很隱私 他說他很低調 對對對 台灣的gay非常奇怪 每個都說自己 生活簡單 而且低調 但是呢 他的生活照片 每個都是打四伯 那 這到底是 怎麼回事 我覺得他 這個心態其實 跟薛茂心很像 就是 他要很低調 可是他又 永遠拿著麥克風 然後呢 他說呢 他生活很簡單 可是 又充滿了冒險 那我覺得 這可能他要傳達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這個特殊的 形象 主題性 可能是 呃 好像非常便有 可是 呃 台灣現在的小gay 卻 非常 忠誠地 繼承了下來 往後面幕後的傳道 小平跳 所以如果你累了 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可以提早 因為我們站到十點 然後另外 來 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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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 我要體貼 那 呃 在座的朋友還沒有什麼要 想要換而不是要 讀取麥克風呢 問題 嘿 大家要分享 補充 請 還有嗎 你 嘿 還有 請問 我想問一下 記者 就是說 我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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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面向問題 一個是 你把這個漢字換成英文之後 我如果又把它換成漢字的話 不曉得會變成什麼樣子 因為我的 鼓音叫做 東雞 Iteration 那 這個 這個東雞 這個東跟雞在漢字裡面 可以對應很多的漢字出來 那 我 我 先離開這個命名的位置 就是說 你所謂的 這個 同志文學裡面的這個同志 到底是 兩個人的事 還是 兩個以上人的事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差異性很大 我 我所了解的 西方 跟 現在聽起來 就是說 有所謂的 同志之前的同性戀 先進入我的 腦袋的名詞 那 在你這樣子 現在定義的這個 同志文學裡面 你所謂的同志 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是 兩個人的事 寫兩個人的事的 兩個人的 兩個以上的人 然後 當然這個 這個有一個 如果說 我從我的聯想裡面 從所謂的 同性 來連結的話 那是 有所謂的 為的 生物性的 性相相 相 那個 那個 性內型相符的人 在做一些 他們 是 他們是兩個人 還是三個人以上的 事情 這個差異性 我一直 一直還沒有 聽到 你 比較明確的 你的 你的 你的所求 還有 這邊 我們先聽完 這邊是不是還有 對 你問那個動作 想說 這邊有人 有人要 說 沒有 就只有你 不好意思 好 就是 我們可能會想要問兩個問題 那 就是 第一個 就是 這老師呢 那樣子的 就是 我會反映說 台灣 統治文學 跟統治運動的那樣子 一個休期與共 那 以及就是 好像我們現在在去 追風的那一些 比較大 就是 統治運動器追風的那些 比較大的一些 統治文學的 某種 某種聖典人物 還是 就是 活在當代 可是如果把這個問題 把它 換個方式去 問的話 好像我就會變得是 嗯 其實 在 整個中文的紀元之中 其實是有 嗯 即便不是從我們 第一下的那樣的一個 同治的文學 但它的確是 其實像是 明鏡有很多的那樣子 南風的 文學作品 那 比如其實最近 像 在下考驗老師的課 他就給我看 在 融洋意識 那裡面的那種 香辣血 心山 情慾 我想 很怕 的確是 比 現在其實很多的作品 都來得更接近 與可能 我們可以去 思考到的那幾個 同治文學 所以我反而可能 那時候 那個追問可能 都會變成是說 嗯 同治 當代的同治運動 再去追索 那個文學資源的時候 為什麼會 仔細追索到 可能 至少是可能是 還是有面子之後的 東西 那這樣往前 追索 好像 就一定成為問題 有沒有思考 這樣子 這個很會是我的一個問題 那 當然說這個問題也是 那第二個就是 會有一點敏感 就是說 如果第一個問題是 一定是說 我們撇棄了那個 中國資源 那 就是 回透到 我自己聽起來 志祺老師整個 其實這樣子的整個座談 會 我會有一點很在意 在對於 所謂的台灣的 這個的談論 就變成說 的確其實透過 剛剛與 就是觀眾之間的那樣子的一個交流 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 其實同志這個詞彙 它的確 的確是經過了 在港中台 即便它可能是 在這網旋追溯到 日本 而進進的這樣子 一個串流 跟一個互相的 一個流通 然後不斷的 不斷的一個對話 可是 在志祺老師的談話之中 會不斷的把它轉成是一個 對於一種台灣經驗 一種發生在台灣的 在意義現象的 一種談論 然後 反回來 就變成說 當去談到說 衝到進去 從 SBN去 把它給轉過來 然後把它翻過來 成一個拉子的時候 可是那個 在那個 台對的人說 好 中港台就立刻把它連用 就會是一種好像從台灣 再往外拓的 那一種 方向 所以那個 就是 對 我閱讀起來 會有滿一種台灣的 台灣中心的 那一種 那一種閱讀味道 跑出來 就是我想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路徑 對謝謝 好 那我們最後再整理一下 然後補充一下 同樣的這個問題 然後就讓大維來做一個 綜合的回應跟結語吧 其實 就是 呃 大維在那個 平溺女 得1995年 她得了第一屆黃昏大眾小說獎 然後還有 也有 平那個 就是相識 不需要來的小說 然後 其實都是補得獎作品 然後 就是95年之後 這個東西 可能也牽涉到 因為剛剛講台灣在地這個文學的運動 這整個大國畫的運動的一個 壯大的一環 是不是跟台灣整個這個戒指的過程有關 就是雙重的這種 邊緣化 呃 台灣文學 所謂統文學 在整個過去的 中國文學 或者華文的大眾文學框架之下 沒有與中國 因為這是你寫的書品 那 她裡面有提到一句話 我覺得很好 可以唸給大家聽 她說這是時代創造英雄 大概憑這幾位得獎 而且是以同志 主體性書寫內容 可以被閱讀出來 裡面在內涵 然後大維那邊 有寫到說 是時代創造英雄 還是英雄創造時代 然後她說 這個看似老掉牙的問題呢 其實呢 她在學院當中 或在幾個文學 文學獎裡面啊 仍然重要 她說 是歷史正經的 她的形態 改變了主體 例如有台灣人主體 女同志主體 等等 還是主體打造的歷史狀況呢 她說這個問題 可以用來思考內容 還有或是其他小說 她的定位 想想我可以想像 有些小說 在這幾位文學的創作 她沒有一個 她被看見的機會的話 那很可能這些 以台灣在地的 或是想要書寫的 這種不同的主體 可能就沒有辦法 在第一時間被看到 她就是整理剛剛 同志倒是一個人的事 兩個人的事 可是其實是 大家我們大家的這個詞 然後最後我把這個 當作是讓大家做結語 你可以講多一點 然後差不多我們時間了 好 那個 謝謝 其實剛才 謝謝妙妹 謝謝剛才發問的兩位 呃 先生 那 第一個就 那個 帽子很可愛的那個先生 其實我 以前來也有看到你 不過你的 那個 帽子上面寫的字已經 第二個了 現在 以前沒有課文字了 好 那其實 你談的問題呢 其實也有趣 就是說 同志或是同志文學啊 嘖 到底有幾 到底是幾個人的事 呃 這個其實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就是說 呃 我們來講異性烈了 比如說 一夫一妻的制度裡面 一夫妻上床的時候 床上有幾個人 有些人會說 沒有人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媽媽有講一句 很有名的話 他說 男女在新郊 男人女在新郊的時候 他們之間沒有發生性關係 也就是說 如果說 同床異夢的話 各自在想別的人的話 那其實 床上兩個人跟沒有人是一樣的 還有 其實呢 很多 那個 呃 有很多 一夫一妻 他們在哨床的時候 床上其實有三個人 比如說 不只四個人 比如說 呃 丈夫可能 一邊在跟妻子做愛的時候 一邊在想前任 那妻子也別想前任啊 那我們現在知道 前任的意思呢 非常有趣 有些時候 古時候的前任是說 你的老婆死了 於是你再許一個新的 那個叫做 也不是古時候啦 比如說 五十年前 那個叫現任 可是現在 很多人他有非常多前任 有非常多現任啊 所以說 你在床上的時候 到底是跟兩個人 還是三個人 還是四個人做愛 因為你腦裡面 大家知道 腦是最大的性器官嘛 難道做愛的時候 你是專心 只跟眼前這個人 只是想到這個人嗎 那有些人他一手上會想到林志玲 那怎麼辦 就到底是幾個人 那這個其實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的是說 其實呢 同事 跟 呃 其實異性戀 或很多人都一樣 就是 做愛本來就不是 或者是交往本來就不是 兩個人的事 有些時候是沒有人的事 比如說 單戀 單戀是一種戀 是 可是單戀是幾個人的事呢 兩個人嗎 如果 我 我暗戀 陳維廷 那到底是 他跟我 兩個人的事 還是 我一個人的事 還是 鄉民一起 都有的事 這個真的很難講 都有 可以說你的空間 那 那個 王修修他講的問題 其實很有趣 那個 兩個都很重要 那我覺得 呃 第一個呢 是不是 呃 我在講歷史化的時候 是不是 陷入一個框架 那 把自己 局限在某個歷史階段裡面 那 如何看待以前 中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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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資產 這樣講好了 就是 我今天沒辦法細講的是說 歷史化當然有他的 歷史化的危險 那叫做 誰說用語的話 就說歷史主義 historic system 我們中國的時候 一直講到歷史化的時候 那我們實際上 我們也不能夠講 以前的事情 因為 老實說 十九世紀的時候 呃 滿清末年之前 中國 並不存在 啊 我們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中國並不存在 明朝的時候 沒有中國存在 那我們也可以回來講就是 古時候沒有義大利 古時候沒有日本 但是 因為以前 古時候這些國家都是 四分五裂的嘛 並沒有 古時候並沒有一個 完整的義大利 或完整的日本 可是如果說 我們真的要 這麼講做歷史主義的話 會變成自費武功 所以說 我 我同意你的講法就是說 呃 我在這邊的歷史化 是我暫時的策略 可是如果說 真的要 推行歷史主義的話 我們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因為每個語言 所有的語言 所有的概念 都有他自己的時間性 那 那 不過那個是 這個場合比較難講 可是 要在寫論文的時候 才能夠細說 那第二個是 那樣的台灣中心 的確是 我覺得 我現在這個場合 在這邊講台灣文學 同志文學是台灣的發明 的確是 那樣的台灣中心的講法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 呃 那是因為台灣非常在乎文學 所以說我們要講台灣 呃 在台灣講同志 要講台灣同志文學 中國有他們的東西 這樣講好了 西方學者去中國 研究同志的話 他們不會研究中國的 呃 這樣講好了 西方學者都要來東亞的話 他們不會來台灣 研究台灣的同志文化 因為 呃 那個 西瓜靠大邊 大的西瓜在中國 當然他們去中國 他們會去中國 考察那邊的同志 可是他們不會去考察中國的同志文學 他們會考察同志的人權和次文化 夜生活 也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以為 台灣擁抱了同志文學 台灣就很了不起 實際上 各國有各式的菜色和立場 我們知道 那個 泰國的同志文化 是非常強大的 是泰國的想像 可是泰國的同志文學非常弱啊 我們台灣 並不用 因為我們同志文學 很兴旺 然後就覺得台灣同志很好 那個 如果要比夜生活的話 泰國的同志夜生活 誰可以跟他比啊 還有 如果是要比實驗藝術的話 實驗藝術 實驗攝術 美術 和實驗劇場的話 誰可以跟日本比 每個國家 在他們的同志文化 都各有 擅長的場域 台灣可能是文學 可是 電影跟劇場就很弱 然後夜生活比不上 那個 泰國 可是泰國要比文學的話 比不上台灣 但是泰國才不要跟台灣比文學 他就不關心那個 對啊 那是因為我們很在乎文學 才會覺得文學好像很重要 可是其他的國家不是這樣 那韓國的話 我們也知道 韓國他們不是用這個 韓國就用 K-POP 韓劇 他們沒有必要在文學 跟我們比大小 好 講到韓國就表示 我是超級的外行 這邊有很多韓國人家 好 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衛 其實這以後就是 給我們走舞了之後 類似的把握很好的人 很好的人 原來台灣有一個 這樣的自己的特色文化的發明 我們竟然可能 包括我到今天才真的知道 我們應該把同志文學 當作是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跟文學的一個發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很謝謝大衛 今天雖然抱病 然後跟我們分享 然後幫大家再留下來 謝謝大家 謝謝